1991年8月22日,拉脱俄亚宣布独立,由于历史原因,该国一直有反俄倾向,在加入被约后更是成了遏制俄罗斯的桥头堡,各种联合军事演习, 在拉脱俄亚土地上是陆续奔长,独立后的拉脱俄亚军队已经全面西方化,武器装备也基本化成北约制式,拉脱俄亚人口为200万人左右,而19到50岁之间都有服兵役的义务,拉脱俄亚的常规军事力量差不多有9000人左右,都是19到25岁的年轻人。 长期以来,拉脱俄亚的军人,经常接受北约的训练,装扮上已经没有当年的影子,在俄罗斯如此衰落的情况下,拉脱俄亚还大张旗鼓地告军演,只能说心理阴影难以消除。 然后,拉脱俄亚,拉脱俄亚。 转绝 MELT 1